条件让它可以常常的饮用 这样这个牛乳 所以其实有的人 一刻就拉肚子 他可能就不会再尝试 那可是也有一些人 像刚才我们给大家看那个像赖克 他就会身体是可以适应的 那当然也有六人是喝炼乳 炼乳要去泡的 也比较不会拉肚子 那所以像这一种的话呢 会觉得说身体心理上 有直接的宽慰跟舒适 也强化了这个牛乳的价值 但还有另外一个资料呢 就是像那个杨天鹤 他是那个台湾日新报的 第一位台湾人的女性的一个记者 那他就有写到就是说 他那时候已经在战争的一个情况之下了 然后我忘记是把一马一次坐月子的时候 那他其实也是好不容易 因为他是孕妇 所以他才得到一个佩戟 因为一个搭造在战争的时候 其实食物都需要佩戟 那当时炼乳他也变成一个佩戟的一个食品 那时候因为呢 那应该是孕妇的时候 他就得到这个佩戟的这个炼乳 他喝了 他都是很舍不得的 小心翼翼地喝一口 然后就觉得说非常的舒适 那种滋味是很难忘记 那我在这个访谈的时候呢 又有问到人家就说 小时候呢 妈妈就把炼乳呢 藏在这个衣柜里面 那我是很好奇这样会是长蚂蚁 不过呢 他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躺在衣柜里面 因为怕小孩子去偷来喝 可是小孩子很厉害 对他还是会去偷来喝 所以他就是会用手指呢 这样一点 然后就这样 就这样吸一下喝一下 对他来讲 其实很多人 我访问到蛮多人就是这种 小时候偷喝炼乳啊 或者是在生病的时候 好不容易可以喝一杯炼乳泡的这个奶 其实都是在他们的记忆里面 在他们的心灵上 其实都是一个很难忘记的一个回应 那所以其实 不管是外人讲的这种 外带宣传的这种营养价值 还是个人的一个身体的体验 其实呢 他的确呢 还是带给满大一部分的消费者 这种心灵上 身体上的一个舒适感 那这些呢 也强化了这个牛乳的价值 那不过呢 我们今天因为讲的是日之时期的乳天 那当然如果到了战后的话 他其实又会吃另外一个不同的发酱 那包括在之后的话呢 像这个美原的奶粉啊 还有在当时的这个奶粉业 越来越多 还有这个台湾的第一家的 这个自制的奶粉就是味醺 这就是又是另外一个 不同的一个故事 不过我想今天的话 只会让我们知道 这种乳液在台湾发展之时 那因为他的这个很多在日之时期建立的牧场 那后来在这个战后的时候 他也是当时的第一批牧场的一个基础 还是存在的 好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从今天的演讲里面呢 有一些收获 那我想我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到在场里 或民众想要跟老师分享 小时候的练乳 帮助